做一個動作 比如說我今天可以看到底下的畫面 這一列全部都是黃色的 這一列全部都是紫色的 這一列藍色的綠色 主要要在哪邊加 特別注意 在TR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BG Color 加的位置是關鍵 當然如果你在TD後面加一個 什麼呢 BG Color的話 就是在那個儲存格上面加顏色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是整列的話 那我就在TR後面加 那顏色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給一個 這個16鏡位的 這個 這個 錦字號加一個 這個6位數字的顏色 各位可以自行查詢 或者給一個 什麼呢 顏色的名稱也可以 然後呢 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 這個式列 我想這個每一個顏色都不一樣 那這個我想自己再稍微練習一下 或者每一個儲存格都不一樣顏色 也試試看 再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上面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呢 加上一個所謂的標題 那個標題的部分呢 是表格的標題的話 那這個標題名稱的話 這個元素啊 這個標尖名稱叫做Caption 所以如果你今天在哪 它特別是加在哪裡 加的位置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在哪裡呢 在那個table下方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Caption 在第一個TR的上方 Caption 然後呢 這個 表格的標題 到時候呢 它就會把它視為表格的一部分 如果你是 另外自己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名稱 我想這個地方 另外加的話呢 就不是跟表格有關係的 我想這部分的話 兩個 第一個是顏色部分 顏色部分不只是背景顏色 還有裡面的那個 裡面其他的列的顏色 跟儲存格顏色 可以再變更 另外就是表格標題 那後面的話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有關那個 表格 再來更麻煩的 常常遇到什麼呢 如果要做什麼呢 合併儲存格 那合併儲存格 當然各位在Excel裡面一定 或者在Word裡面 做很簡單嘛 把它選舉起來 欸 合併就好了 可是在程式裡面 沒有那麼簡單喔 你HTML 而且如果說 你今天是要自己寫一個JSP 的時候 你就要怎麼樣呢 知道說你要怎麼去做 才能合併到正確的儲存格 所以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稍微練習一下 這兩個 一個是 TR跟TD的顏色變更 另外的話就是 加上一個標題的部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